房間保安途中 我回來了 有殺氣 似乎在等我回來 看來這次真的不是說玩 你回來了 你是不是知道媽媽現在很生氣 媽媽她到底生甚麼事 剛才她幫我們打掃房間的時候 看見你藏在櫃桶裡面那張 那張零份責驗 為何她常常在我的房間周圍抄東西 就算媽媽也不能原諒 有沒有辦法守住這房間 不讓媽媽的魔手侵襲 那又不是完全沒辦法的 但為何你有那麼多不見得人的東西 偷下你了 多了喜夢 真的沒有你負 房間保安途中 首先把雷達安裝在這裡 這個雷達同時有閉路電視的功能 在這裡安裝一部X光探測器 在入口安裝一支電擊槍 然後再在門上安裝一個密碼鎖 這樣就齊了 這樣就完成了 要先設定開門暗號 開門暗號 沒錯,如果說不合開門暗號 就不能進去 想想 就設定為房門開門 樓上好像有聲音 大同,是不是回來了 媽媽正在管 只要在這房間就不用怕了 我們就用它來監視著媽媽吧 應該在這裡 裝置一些好怪的東西 表情很可惡 這樣就可以檢查到接近的人 到底有沒有持有武器 身高和體重都會知道的 鎖住了 請趕開門暗號 開門暗號, 別說那麼多廢話 快開門 大號, 我知道你在裡面 到了, 英文 你不用擔心 快點 在三十秒內說不出開門暗號的話 電擊槍就會發射他了 真的發射? 大號, 快開門 大號 剩下四秒 接什麼? 三、二、一 小器, 我只要留在房間裡 就連我一條頭髮都用不了 就是這樣 就是說, 就算睡午覺睡足一整天 都不會被人罵了 你又是這樣的 我不是為了讓你這樣做而拿出來的 為什麼你整天都是這樣的? 小器, 我們進行棒球特訓了 幹什麼?你很不滿意 不是… 對了, 來吧…你們再進來吧 有些很有趣的東西 大紅, 你不要弄固人了 沒關係 這個, 什麼呢? 請說出開門暗號 請說出開門暗號 如果說開門暗號? 如果說開門暗號 我就想起阿里巴巴語四十大道的 著名台詞 就是什麼? 你不知道嗎? 就是, 芝麻開門 叫, 可是… 快點… 你們遺留東西了 大紅蓮 你不要這麼囉嗦, 好不好? 對了, 就像爺家 一於改一下開門暗號 暗號要盡可能複雜一點 西米西瓜 山菜 青瓜 老鼠加青蛙 那就完美了 這件事不可以再借給他 我要收回 請說出開門暗號 暗號是火門開門 暗號不對, 請再說出開門暗號 火門開門… 暗號不對, 剩下二十秒 怎麼會不對 入口開門, 大門開門 找人開門 剩下十秒 剩下五秒 三、二、一 大紅好壞 對不起, 你不要怪我 現在這樣就暫時沒問題了 是誰做這種事 就是大紅了 這東西真是離譜 要想辦法教訓他 我們上吧 好 好 他們來了 兩個都很生氣 這裡才是問題 請說出開門暗號 猜猜大紅會想到的暗號 大紅會想到的暗號 大紅是天才 之類 暗號不對 說錯了, 大紅是最厲害 說錯了, 大紅是超級英雄 對, 放油 大紅是很帥 說錯了 你不可能會知道 說錯了, 大紅是第一 暗號不對, 剩下五秒 三、二、一 三、二、一 對了 就用它了, 穿長圈 這樣太奸猛了 好, 進去 蘇莉莫 為甚麼不能進去 好, 只要在這房間 甚麼人都不用怕了 只要大紅留在房間裡 我們就沒有他負責了 好, 如果有辦法 可以引到他出房間就好了 有辦法 聲音堂 大紅 是靜香, 幹甚麼 突然間很想見一下你 靜香, 你說突然很想見我 我馬上來 慢著 現在下去會遇到當拉伊夢和媽媽 不如你上來我的房間 黑了? 怎麼有畫面 是不是發生故障 靜香 怪不得靜香會說很想見我 靜香到底有甚麼事 對 好像很重 真是很麻煩 媽媽 剛才把箱 剛才可能吃得太多番薯 可以嗎? 現在開門給你 靜香 是機會, 趕進去 開門 我不開, 不開 開門 不開 不開 電擊槍的手動 大紅 大紅 差一點 沒了 好 還有任何事 我都不會打開這扇門 我現在想去廁所 但是不可以下去樓下 去公園 開不了 是我 是我 真的不懂得變通 靜靜雞 靜靜雞 請說出開門暗號 開門暗號是 三味, 生瓜, 生菜, 青蛙, 雞腿加青蛙 不是 三味, 生瓜, 西菜, 西瓜, 青蛙加青蛙 不是 生菜, 西瓜, 西菜, 生瓜, 蝦加蝦加青蛙 生菜, 菠菜, 白菜, 酸菜, 老虎加獅子 這次糟了, 怎麼辦 剩下十秒 生菜, 西米, 老鼠, 西翼 等一會 剩下十秒 老鼠吃東西才來拍拖一間蚊 馬上去吃魚蛋精 三 二 一 怎麼會這樣 自己那個暗號自己都不記得 不得可憐 好 好